- 高清解密,有我Gladys - 有我Sumi - 還有兩位嘉賓 - 真是非常好這兩位嘉賓 - 經常有空走過來 - 還有這個退休人士Jordy - 又是我,又是路過 - 還有很有文化色彩的Suki - 哈囉,大家好 - 我純粹是送外賣 - 上集我們講到馬來年夢露 - 因為兩位嘉賓沒有聽我們上一集 - 我們今集要先回覆一下 - 我們上一集講到約翰金賴迪 - 跟夢露打得火熱 - 是沒錯 - 甚至乎 - 秘道那些是嗎 - 是呀 - 夢露曾經偽裝過假扮 - 這個金賴迪的秘書就走了混入白宮和他優惠 - 甚至乎有這個私家偵探 - 在金賴迪的妹夫Peter的家裡裝了偷聽器 - 錄下他們兩個甚至偷情討論國家機密 - 嗯 - 所以金賴迪就開始想遠離夢露 - 因為夢露 - 知道太多嗎? - 一來之太多二來 - 她開始想坐在第一夫人的位置 - 想金賴迪就拋棄妻子 - 就拋棄妻子就娶她 - 不過金賴迪因為很想選來來界的總統 - 連任總統 - 所以呢 - 金賴迪就想撇掉這個拖累她形象的夢露 - 嗯 - 但是這個金賴迪呢 - 她怎樣可以脫掉這個夢露呢? - 因為夢露窮追不捨 - 金賴迪就找她的兄弟 - 她的弟弟應該 - 她的弟弟 - 羅伯特 - Robert就幫忙 - 羅伯特金賴迪 - 是的 - 幫忙跟她談判 - 嗯 - 怎知道這個Robert - 和她竟然還日久生情 - 對著這個美女 - 對著夢露 - 於是夢露又跌入了這個 - 錯中複雜的四角關係 - 嗯 - 這件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- 因為夢露這麼吸引 - 才令她成為一個紅星 - 又因為這個魅力 - 令她步向這個死亡的邊緣 - 是的 - 因為很多傳聞都說她的死 - 是關乎金賴迪兩兄弟的三角關係 - 是的 - 或是四角關係 - 因為連同她金賴迪的老婆 - 是的 - 因為這天是金賴迪45歲的生日 - 自己的情人生日 - 她很緊張 - 準備了一份價值連城的口禮 - 這個口禮就是一隻金賴 - 勞力士金錶 - 夢露為了慶祝金賴迪的生日 - 故意去訂造 - 金錶的背面刻了自己的心聲 - 心情的說話 - 就是說 - 傑克 - 傑克就是金賴迪的匿稱 - 是 - 夢露永遠愛你 - 嗯 - 在彪俠那裡還附上了一首詩 - 一個愛情的詩 - 名字就叫做 - 在你生日之際提出我真心的請求的詩 - 詩裡面有些很妻怨的句子 - 讓傷愛的人呼吸他們的嘆息 - 讓玫瑰盛開音樂響起 - 讓激情焚燒我們的嘴唇和眼睛 - 我真的有點疑 - 我覺得 - 如果給我是總統 - 怎麼會做那麼多事情 - 這麼明顯 - 即是你媽媽的情婦 - 情人 - 是 - 逐數一腳 - 黑了那麼多事情 - 每個人都找到出來 - 是呀 - 那麼蠢 - 就是了 - 夢露還要 - 那個詩裡面還說到 - 讓我愛你 - 否則不如死去 - 這樣 - 多麼妻怨 - 這句子 - 而且 - 完全不聰明 - 如果是事實的話 - 而且這次生日的聖典 - 以前的派對 - 還是夢露第一次跟金賴迪同時公開量上的 - 嗯 - 夢露還特地聘請了法國服裝設計師 - 叫做露翼 - 幫自己設計晚禮服 - 這個露翼根據夢露身體的特點 - 當然它有很多特點 - 哈哈哈哈 - 例如呢 - 即是很突出的部位 - 設計了一件有金屬色片和珠線裝飾的裙子 - 吹不起來 - 這條 - 吹不起來 - 但後面整件都是開口的 - 嗯 - 裙子就去到地下 - 裙子就去到地下 - 後面就好像赤裸一樣 - 嗯 - 所以它這件衣服很引死人 - 嗯 - 當時也只是夢露才敢穿著 - 不同現在的年輕人是否都脫衣 - 那時的女生就沒有那麼開放 - 是 - 所以都是只有夢露這些性感女神 - 才夠膽去穿一些那麼坦空露鼻的晚裝 - 當日呢 - 即是她穿成這樣 - 和金乃迪出席這個生日會 - 而且呢 - 嗯 - 她還在那個生日會那裡 - 高歌了一曲 - 叫做總統祝你生日快樂的歌 - 嗯 - 原來這首歌當時也是家傳胡曉的一首歌 - 這首歌是怎樣的呢 - 給我聽聽 - 應該是President - 哈哈哈哈 - 家傳胡曉做這首歌 - 真行動 - 我只認識這首歌 - 不好意思 - 當然金乃迪當時也很接受夢露的幫她慶祝 - 因為呢 - 其實作為一個男人 - 一個性感女神 - 裝扮到這麼性感來出席自己的生日會 - 而且還用很曖昧的眼神 - 很曖昧的聲線去跟她唱一首生日歌 - 其實也很有面子 - 也展現了她很有魅力的 - 即是這個總統 - 但是呢 - 因為那時候就沒有現在的科技那麼發達 - 那時候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出席到這個宴會 - 即是立刻可以上網絡就看到那個現場實況 - 現在沒有Facebook - 不管其他人的眼光 - 這麼明顯地表露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- 但也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- 只是那晚出席的人才知道 - 是 - 但始終我覺得 - 說少人應該也有個數量 - 沒錯 - 所以出席晚會的人 - 其實都知道什麼事情 - 那晚會結束的第二天 - 立刻就已經有些人去了一個人的家 - 那個人就叫做格萊姆 - 格萊姆在那個晚會那裡是做什麼的呢? - 原來他是拍照的 - 格萊姆即是這一份調查報告的主人翁 - 他也有找到格萊姆去問的 - 才寫出這個調查報告的 - 格萊姆就跟米立 - 之前說過米立 - 就是寫這個調查報告的人 - 是 - 跟米立說 - 原來翌日早就已經有人去到他家了 - 那些人自稱為總統服務的秘密部門 - 這些人就向我索取當晚拍下來的照片 - 當時的這些照片 - 其實我已經曬了底片 - 但他們只是拿走了其中有夢露的那幾張照片 - 不過後來我發現這些人百物一梳 - 他們竟然拿漏了兩張 - 也之後成為了金賴迪兄弟和夢露的唯一一張 - 被人見到公開的合照 - 而且那一隻金賴 - 原來金賴迪曾經私人命令人秘密銷毀 - 但那時候原來美國真的有人很貪心 - 不只是中國人才這樣 - 美國人也會 - 原來他將金賴偷偷地收起來 - 並且在夢露死後公開拍賣 - 因此這隻金賴令夢露和金賴迪有曖昧關係的見證 - 但這隻金賴迪是真的有的 - 是有的 - 是的 - 是的 - 生日之後 - 夢露和金賴迪兄弟仍然保持著秘密的三角關係 - 根據這個調查報告所說 - 而且這個關係更越來越緊張 - 因為金賴迪過完這個生日之後 - 就覺得夢露開始公開表明他們的關係 - 而且金賴迪和夢露發出警告之後 - 夢露仍然沒有收斂 - 仍然都是我行我素的 - 任性的 - 都算的 - 金賴迪終於過了這個生日之後 - 就忍不住了 - 就跟夢露開始反面了 - 而且金賴迪的政敵和反對黨 - 都在全力搜集這些不利金賴迪的黑材料 - 黑材料 - 都在金賴迪和金賴迪交往之中 - 亦都接觸到一些重要機密 - 所以這些黑材料包括了這些 - 就是說這個總統尋找情婦 - 而且透露這些政府的機密 - 嗯 - 國保當選曾經利用黑手黨的勢力 - 控制了整個伊利諾斯州 - 不知道現在在哪裡 - 的大選局面 - 而作為條件就是 - 金賴迪說當選之後 - 會不追究黑手黨的犯罪事實 - 但其實在當選之後 - 他就違背了和黑手黨的承諾 - 還任命他的兄弟 - 即是剛才我所說的 - 混入和他搞三國關係的弟弟 - 羅伯特 - 羅伯特 - 羅伯特是司法部長 - 還命令司法部長 - 他的弟弟 - 開始對黑手黨進行嚴厲的打擊 - 令到黑手黨的頭目 - 卡因卡納 - 就很生氣 - 就說要報復這個金賴迪 - 而嘉因卡納想到 - 當夢露和總統交往的時候 - 還會透露更多的機密訊息 - 以及關於黑手黨的訊息 - 所以這個黑手黨的人 - 都對夢露安裝了一些偷聽器 - 在夢露那裡 - 都是監察他 - 所以這個金賴迪自此 - 亦都加深了他 - 想快點擺脫夢露 - 到了1962年7月 - 即是他死亡之前的一個月 - 7月20日 - 這個調查報告 - 就說他曾經在洛杉磯的巴亂雪松醫院 - 做了墮胎手術 - 而這個BB的爸爸 - 原來是金賴迪的弟弟 - 就是新加入三角關係的情人 - 就是Robert - 很符合 - 對了 - 到8月2日 - 竟然 - 就是 - 夢露在金賴迪 - 躺住那間酒店 - 留下了一個口信 - 如果不當面跟他解釋 - 應該是攤牌 - 就會在下星期一 - 舉行記者招待會 - 然後呢 - 亦都在調查報告中 - 說到8月4日 - 夢露在塔河湖度假的時候 - 夢露跟法刑司說話的時候 - 偶然提到金賴迪跟黑手黨有聯繫 - 而羅伯特的BB爸爸 - 亦都是金賴迪的弟弟 - 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- 馬上派人去警告夢露 - 叫他不要再洩露國家機密 - 夢露亦都在接聽到幾個電話 - 電話包括了他以前的丈夫 - 就是第二任丈夫 - 第二任丈夫的丈夫 - 亦都在電話上跟他說 - 你洩露了天璣 - 也說這個天璣就會震驚世界 - 一天之後 - 夢露就死了 - 是 - 究竟他死的時候 - 會不會是關於之前說過的事件事 - 會不會是關於七月末時他墮胎的事件 - 會不會是關於他不停透露黑手黨的事件 - 即是我作為一個男性 - 如果我是一個總統 - 是不是真的說那麼多話給一個女人 - 說什麼女人字 - 這麼多話 - 是不是 - 還是他們過分擔心 - 其實應該是在政府 -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黑手黨各方面的事件 - 擔心他知道太多 - 但如果我是一個男人也好 - 喂 - 你在這個情婦 - 我不會說那麼多話給你聽 - 應該是更加 - 但未必的 - 有時男人很心軟的 - 是啊 - 我想看看女方 - 他是不是想知道那麼多話 - 如果他本身有心去做一些事情 - 那就可能會不出奇 - 但如果純粹是一個男女關係 - 可能純粹是一個男女關係 - 那我工作上的事也不會說那麼多話給你聽 - 是不是 - 即是如果你這樣說 - 其實夢露可能某程度上 - 你這樣說可能有些陰謀 - 可能是 - 即是過濾你覺得是政府部門 - 是啊 - 即是你獨立去看 - 如果一個夫婦的話 - 兩夫婦或者一個夫婦 - 我不會說公司上那麼多話給你聽 - 而且加上始終你是一個影星 - 是不是大家私隱 - 但如果你要問我拿資料 - 那在枕頭哪裏 - 可能問我拿資料 - 深一點深一點給你 - 當然會給你 - 但就是不知道這個夢露這個人 - 究竟是屬於哪一種 - 他真的想拿資料那種 - 有機心 - 為什麼本身他沒有呢 - 其實這是一個謎 - 大家怎麼看呢 - 根據FBI的局長胡佛 - 曾經收到一個報告說過 - 原來馬力夢露寫了一本的秘密詩人 - 《日記》裡面原來寫了 - 她跟金賴迪兄弟在枕頭邊所說的那些什麼 - 阿蘇文是兩個人枕頭邊嗎 - 各字 - 各字 - 不是三個人同一張床 -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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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即是各字 - 即是在枕頭邊 - 甚至有報告寫 - 今天不知道我 - 報告的面容社就說 - 她寫了今天一隻兄弟對付古巴領導人卡斯楚的計劃 - 因為這本《日記》的導致她的殺生之禍 - 有一個傳聞出來 - 亦都說有一些在夢露身邊的人 - 原來剛才Galice說 - 八月四日那晚是有電話的 - 除了打給她前夫之後 - 還有一個電話找她 - 她的好朋友叫做西德里吉拉 - 吉拉洛夫 - 她竟然把所有事都說給這個人聽 - 嗯 - 說了些什麼呢 - 說了她和金賴迪兄弟的思情 - 發生了什麼事 - 還有說了一些她所稱為危險的秘密 - 嗯 - 即是她們之間政府的事 - 甚至一些外面都不知道她們兩兄弟的日事 - 可能很大機會影響到她們執政的問題 - 嗯 - 她竟然說出來給人聽 - 嗯 - 但內容有什麼是沒有人知道的 - 是沒有人知道的 - 嗯 - 她就不知道 - 找不到她的資料 - 是 - 嗯 - 之後就發現 - 有一些跟夢露一起生活 - 或者很熟悉她的人 - 發現她死了之後 - 就不見了這本秘密的日記 - 就消失了她的房子裡 - 嗯 - 嗯 - 有一個夢露生前幫她作傳記的作者 - 叫做卡爾波齊 - 她兩個人很友善 - 夢露死前一個月 - 曾經打電話給她 - 都是說她未來自傳的寫作 - 嗯 - 所以這位傳記作者 - 都不相信夢露是突然間自殺的 - 除了米納有這個調查報告之外 - 卡爾波齊也曾經展開了長達十年的追查 - 其實卡爾波齊也查到一些事情 - 她就發現夢露的私人護士 - 其實就是 - 發現夢露死了的私人護士 - 也出席了夢露的喪禮之後 - 秘密飛去金賴迪家族在麻省的住所 - 嗯 - 卡爾波齊也在1973年的時候 - 找到莫瑞去對質 - 她也錄製了兩個小時的訪談錄音帶 - 其中這個護士也爆了很多閃為人知的秘密 - 卡爾波齊在2000年5月去世 - 她當時也差不多完成了一本叫《機密的夢露》的書 - 書裡面她覺得夢露的死是金賴迪兄弟的傑作 - 卡爾波齊認為金賴迪兄弟之所以殺害夢露的原因有兩個 - 首先就是金賴迪害怕夢露把自己和黑手黨的內幕透露出去 - 而Robert也害怕夢露是因為自己墮胎時被發現而斷送政治前途 - 所以兩個人都有殺人的動機 - 原來Robert為什麼對夢露覺得他很吸引 - 突然覺得他很煩呢 - 因為夢露有了Robert的嬰兒之後 - 不斷地打電話去司法部找他 - 打到公司找他 - 其實想公開跟他的關係 - 一個男影覺得很危險的時候 - 覺得女人很麻煩要搞定他 - 就好像他對金賴迪那一招 - 也是經常去辦公室和他偷情 - 都是想公開 - 另外有調查報告也說 - 執行謀殺行動的可能就是夢露的心理醫生格林森 - 而剛才說的莫瑞護士也是被安排去照顧夢露 - 也是有計劃的其中一部份 - 格林森即是心理醫生 - 在8月4日晚去到夢露在荷里活的預所 - 跟夢露說要注入一劑藥劑 - 能夠幫助他醫治失眠 - 因為格林森很得夢露的信任 - 夢露在吃了安眠藥之後就接受了注射 - 這是調查報告推斷死亡的原因 - 在凌晨12時 - 護士莫瑞發現夢露死了 - 在凌晨1時半就打電話給格林森醫生 - 然後也得到甘賴迪的妹夫 - 負責將所有甘賴迪兄弟和夢露有關的證據 - 包括你剛才所說的電話日記 - 電話紀錄等等 - 製造出夢露自殺身亡的現場 - 到凌晨4時5時 - 夢露的死訊由一名被召喚到他家的醫生 - 去通知警方 - 即是說在夢露是12時死亡的 - 但在4時多才由另一名被召喚過去的醫生 - 中間這段時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- 沒人知道了 - 在卡爾波齊 - 在書中透露 - Peter 即是妹夫 - 也擔心燒毀證據的工作做得不夠妥善 - 所以曾經在凌晨5時 - 派過一個私家偵探 - 去到夢露的家裡再調查一次 - 證實一起妥當後才離開 - 卡爾波齊甚至查到夢露死後 - 沒多久 - 盧福德 - 盧福德是一個 - 是誰呢? - 就是阿夢露的一個工人 - 他去到甘乃迪麻省的住所 - 幾天之後 - 護士莫碎也飛去麻省 - 而機票呢 - 就是甘乃迪家族 - 用美國運通卡簽帳去買的 - 竟然這麼大意 - 這樣有漏洞 - 賣廣告 - 賣廣告 - 無毒有偶 - 也有人說 - 見到夢露死前 - 曾經有一個類似的樣子 - 像甘乃迪的人 - 和另外兩個人潛入了夢露的住所 - 其中一個人 - 手裡拿著黑色的醫藥箱 - 有人覺得這個人很可能就是甘乃迪自己 - 甘乃迪的管家在他死後的幾個小時裡 - 做了一次大清洗 - 清洗了夢露的所有衣物 - 和扔了大量的垃圾 - 更加奇怪的就是 - 這樣的一個管家竟然在六十年代 - 曾經三次去了歐洲游浮 - 所以就令人覺得很奇怪 - 為何這個工人有這麼多錢的管家 - 剛才你說的時候 - 我想在那幾個小時 - 由他睡著覺到四點多 - 是不是 - 很多人在房間出現 - 其實是 - 是啊 - 都會出現 - 是啊 - 很好笑 - 拍戲劇 - 怎麼沒有人理會 - 出來吧 - 然後走過去 - 你做這邊 - 我做這邊 - 是不是這樣嗎 - 應該就是這樣 - 但是沒有人 - 發生了什麼事 - 不知道我 - 那麼夢露的調查報告 - 就講到這裡就完結了 - 是啊 - 很有趣 - 但依然說一句 - 一個女性 - 做到一個這樣的明星 - 這麼多人去擁戴她 - 還有覺得 - 已經去到這個位置 - 她是不是很有機心 - 去到這個位置 - 其實 - 整件事 - 如果看回她的調查報告 - 夢露的遺人 - 其實她又不算是很有機心 - 但可能她真的 - 覺得自己很有魅力 - 很喜歡 - 可能很喜歡 - 周旋在不同的男人之間 - 男人 - 其實也有一點點機心 - 想坐這個位置 - 因為這樣令到她有殺身之禍 - 這個不排除 - 也知道太多秘密 - 又加上她 - 女性來說也算瘋狂 - 我想她是有魅力 - 但不夠有智慧 - 所以令她有招理殺身之禍 - 可能她這個位置 - 加上男人的妒忌心 - 我覺得有一點 - 即是有這麼多兄弟 - 又有這麼多人 - 你又搶我 - 我搶頭 - 很多級兄弟 - 傳聞就是因為 - 羅伯金買迪和 - 約翰金買迪 - 兩個人其實 - 殺夢的原因 - 因為怕這個女人 - 會影響他兩兄弟的感情 - 都會的 - 如果給我 - 加上始終是一個高官 - 和一個總統 - 這些是黑材料 - 是的 - 還有她不是一個尋常女子 - 即是很多人都認識她 - 即是你不可以抓了她 - 你不可以抓她坐牢 - 等等 - 你不可以很簡單 - 這樣處理掉這件事 - 可能他們會覺得 - 斬草除今是最安全的做法 - 因為給我認知 - 夢露 - 其實我真的不多 - 可能看過電影 - 一套電影 - 即是還是重拍 - 跟剛才你那些東西是沒有關係的 - 或者可能是一張 - 按著一條裙子 - 只是想那麼多 - 但現在看回她 - 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- 是漂亮的 - 她真的挺漂亮的 - 到現在看回她 - 很標誌是漂亮的 - 真的是 - 即是我想現在 - 現代的女星 - 都未必可以去到這麼的輪廓 - 即是她有一種吸引力的 - 很韻味 - 而且可能現在很多都是假的 - 可能是整個 - 我想那時候 - 年代的人 - 還未有 - 這麼先進 - 是不是 - 我覺得是真的漂亮的 - 現在你看下去 - 而且我看她的身平 - 我會覺得可能她的人 - 都挺可愛的 - 即是譬如她 - 這個可愛 - 可能也會害她 - 譬如她的人 - 比較坦率 - 想做就要去做 - 即是這一方面很吸引人 - 但另一方面 - 總統就會很害怕你 - 哇你何時會爆我們出來 - 爆些東西 - 絕對是 - 因為計時炸彈 - 放在旁邊 - 但我又沒有辦法 - 你問我以後 - 想告訴你 - 可能真的談得到 - 但即是 - 女人比較小心 - 你的結論竟然是這樣 - 結論竟然是這樣 - 但是小心女人 - 小心女人 - 不是 - 如果一個女性 - 如果讓我去到一個漂亮的 - 可能有一個女性 - 可能是 - 這麼多狂風浪蝶的時候 - 都要小心一點 - 自己的言行舉止 - 可能會影響到很多很多人 - 她自己不會知道 - 還有那時候 - 尤其是現在去到這個層次 - 玩到 - 玩總統這些位置 - 我想更加了 - 是不是 - 比我都害怕 - 隨時會被人暗殺 - 她不會想這件事 - 但繼續做自己的事 - 如果這樣說 - 是不是 - 是 - 今集就軟結了 - 是 - 下集我們看看說什麼 - 出 η的了 -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 - 告IX了 - 臉有幾個形式 - 遠足在的 - 哀嚴 - 遠足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